我说很少有哪个词会像爱一样被庸俗对待 但是爱是可以承载真正的严肃和崇高 也许同学们需要重温一下 什么叫做爱 房地之的爱怎么写 爱中间是有一个新的 所以爱不是放纵的借口 真正的爱一定是从心里发出的 一定是愿意承担责任的爱 一定是不当求自己的好 也要求对方好的爱 对很多人而言 爱似乎是一种感觉 但顺着感觉走的爱情 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一种放纵的爱 当你在别人身上发现了你爱慕的对象 你会爱上他 但是当这种东西消失了之后 你就会说我不爱你呢 你觉得对方变了 但也许变的是你自己 所以真正的爱跟责任跟克制是有关的 今天我们这个时代缺的不是完美的人 我们缺的是从心里给出的真心 正义 无谓和同情 希望我们每一个同学都能拥有真正意义上 有责任 有当当的爱 谢谢